最近今年国产军备发展速度之快 只能用让人震撼来形容 而这两年给人期待最大的应该就是歼35新型舰载机了 该机型从珠海航展上总是吹风以来 摸过多久就能有图片在网络亮相 也说明这款舰载机的技术发展已经处于比较完善的状态 各方面条件都比较成熟 但一款战机 尤其是一款下一代先进舰载机的发展必然不是一蹴而就的 其中还有很多复杂的是非和完善过程 而最近我们就看到新版的歼35绿皮机 该机型相比之前的歼35来说亮相了更多的细节 尤其是在航发和一些舰载机结构部分非常值得讨论 这次亮相的依然是歼35的绿皮机版本 所谓绿皮就是也就是圆形机的一个阶段 虽然和黄皮一样都是属于没有涂装的阶段 但是绿皮机身一般都采用复合材料 整体机身重量更轻强度更高 而这次的歼35绿皮机的版本应该比之前亮相的技术进度要更靠后 其中比较明显的就是机身尾部的一些特点 尤其是发动机喷口的锯齿细节 从图片上我们不难看出 这次的歼35的全动品位处于运行姿势下 可见整个机型的飞控系统应该是比较成熟了 而如果迈过了飞控的这道看 本身也说明该机型的气动布局后期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大家现在看到歼35绿皮机外观和定型后的歼35不会有太大区别 除此之外 机尾部的发动机上也有很惊人的细节 那就是发动机喷口有锯齿装 不少军迷猜测这可能说明该绿皮机使用的是涡扇19发动机 这点当然是非常让人兴奋的 毕竟国产战机的航发部分一直制约着战机性能的最大化 比如歼20战机在入列后还在不断根据航发的发展做出版本改进 终于装上了涡扇时改进行太阳发动机 而离最终的装机目标涡扇15完全版还有一步之遥 而歼35由于研发时间更晚 在发动机方面的优势就比歼20要好得多 国产航发的加速发展 可能让歼35快速摆脱涡扇13E的制约 如果直接在云形机阶段就一步到位用上涡扇19 则能让歼35亮相支出就对F35B构成较大的压力 那么说到这里 就要回顾一下从FC31到歼35 这很长一段时间内发动机的变化了 众所周知 歼35最早的验证机阶段为FC31 而由于舰载机的特点 该型战机使用的都是中推双发设计 这就需要有一款成熟先进的中推发动机 但事实上 而FC31出现的2015年或更早的时候 国内是没有成熟可靠的中推 FC31的1.0版本使用的是额制的2D93发动机 也就是米格29安装的2D33的改进型 之后在FC31 2.0版本时 局米猜测换装上了国产沃扇13发动机 这点和歼20从额制发动机换装国产发动机 过度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也是特殊情况下的一种应变方式了 毕竟不能让战斗机研发弹等发动机 而后期FC31也传出换装沃扇13E的猜测 沃扇13E是沃扇13的改进型 尾部喷管长度明显更短 主要改进是在保证核心机不变的情况下 采用三级风扇替换了四级风扇结构 使用新型单径分散叶片和改进燃烧式 其最大推力超过92KN 推重比达到9 而新材料的应用 也让沃扇13E的使用寿命达到3000小时 维护周期大大延长 虽然和欧美EJ200和F414还有一点区别 但沃扇13E也算进入了先进中推的行列 那么此时我们就要回到歼35的涡扇19身上了 如果说涡扇13E只是碰到了先进中推的皮毛 那么涡扇19则将是国产第一款达到世界零先屏的航发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从目前中推的研发水平来看 其难度甚至比大推还要高 目前中推的推重比普遍超过9 甚至又能达到11的 而反观大推一般在8左右 尤其是在技术参数上 中推一般是作为舰载机或中型机使用 比如每支F414是为了满足超级大黄蜂 而欧洲的EJ200系列则是用于台风战机 这类机型其可安装空间轿和负重鱼量较小 需要控制发动机长度和自重 以F414来说 重量大约1吨 而团力却达到了9980公斤接近10吨 推重比为9.1 实际长度只有4米左右 远远低于大腿的1.5吨自重和5米的长度 那么既要减重又要增推 可见中推的研发有多么艰难 更何况还有陶瓷机调节片 单精叶片等一大系列复杂的材料技术需要功课 但涡扇19可能就是在这种极端难度中走上了前台 将国产发动机几十年的研发历程仪器科程 以一种几乎完美的形态展现出来 据猜测 涡扇19的推力可能达到了11吨左右 推重比超过11 但自重保证了在F414左右的水平 采用先进的陶瓷机复合材料调节片 全权限数值式FADEC检测系统 解决了发动机船帧等复杂问题 确保5000次以上的单次点火成功 而涡扇19发动机一个非常明确的特征 就是发动机喷口的锯齿 而这次的歼35绿皮机的尾部喷口呈现的锯齿 很大可能就说这次已经使用了涡扇19某个版本 当然该发动机具体性能如何 可能还需要之后的进一步观察 除了发动机部分 这次的歼35绿皮机还有不少细节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在歼35的前机身部分 这次我们再次印证了一些之前的猜测 比如歼35没有测弹舱 其机舱盖的设计是前开模式 类似于美国的F35B垂直起降型号 其中关于测弹舱的部分 歼20和F22两款空油中型机都有测弹舱 而作为舰载机的F35B和歼35则不约而同地取消了测弹舱 比较合理的猜测还是结构设计方面 毕竟对于中型机而言 测弹舱占用空间增加结构复杂度 同时在装满主弹舱后 可能也没有更多的载荷了 毕竟不是所有歼载机都是俄式炸弹卡车 不过侧弹舱的重要性还是很明显的 一般可用于携带近距离的格斗导弹 避免了隐身机近距离相遇的尴尬 毕竟歼20目前的版本是没有机炮的 当然了后续握扇15完全版可能会升级机炮 但就歼35这种隐身机而言 如果有机会携带格斗弹还是更好的 不过目前来看至少和F35B保持了相同水准 以对抗F35B为目的来说 依然没有落下风 至于机舱盖部分 歼20采用的是传统的向后开模式 而歼35则依反常态采用前开模式 这点倒和每只F35B非常接近 而F35B前开是因为在驾驶舱后面 有一个胜利风扇负责垂直短距起降 因此朝后开盖有所影响 而歼35如此的设计优势为何呢 目前猜测这可能是为了方便维护机载的 驾驶员弹射系统 如果是朝前开盖 那么在不拆卸舱盖的情况下 就能够方便维护驾驶舱后部的弹射装置 这可能也是出于舰载机在海上使用中 简化维护流程的考虑 这对于提升战斗力也有一定帮助 除此之外 我们还看到这架新版本的 歼35绿皮机的左侧放置了登机梯 这点也成为大家讨论的问题之一 毕竟之前有军迷猜测 歼35应该是采用内置的登机梯设计 而目前来看歼20和歼15舰载机 都没有使用内置登机梯 那么歼35到底是否有内置登机梯呢 从技术角度来说 国内是有能力设计和制造内置登机梯的 在之前审费的相关报道中 已经出现了某专家团队解决 内置轻量化登机梯材料的内容 说明技术方面不是问题 那么剩下的就是是否使用的问题 比如歼15舰载机的原生设计 就没有内置登机梯 后续改进增加的可能性不大 但歼35在技术问题得到解决的情况 有内置登机梯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虽然说图片上的歼35使用了外置登机梯 但这毕竟是在陆地上测试 位置足够宽敞 不排除并未使用内置登机梯 这方面也需要今后更多信息观察后 才能最终确认 这次歼35新版绿皮机的亮相 给大家带来了更多丰富细节 甚至机身前轮的舰载机轻引装置 也清晰可见了 如果不排除其他需要测试的细节 这款歼35如果立刻刷漆 那么和正式型号估计也没有太大差别了 大部分的技术细节都是非常完善的 由此可见 歼35的整体发展进度还是相当快的 至少在大家还在不断猜测 FC3要验证机到底是否会上舰时 歼35原型机已经在快速发展之中 这才由大家如今看到的 较为成熟的绿皮机 当然 歼35离最终上舰应该还有一定的距离 至少目前还没有看到歼35进行地面弹射测试 而应该是上舰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目前应该还是以地面测试和空中飞行测试为主 而且该机型的空缩管部分还没去掉 这也说明相关测试工作还在继续 猜测之后将进行一些和上舰紧密相关的环节 而从国产新型航母的建造进度来看 似乎留给舰35的时间时间还有不少 毕竟从建造完成到最后的西装 以及至少三次以上的还是来看 至少还有大半年到一年以上的时间 从目前舰35的近况来看 从技术水平上来说是一款注意抗衡F35B的先进舰载机 虽然说在一些方面不一定能够超越 但是从国产舰载机的研发进程来看 我们以落后西方西方几十年的设计水平 通过第三代歼15舰载机 一月而且追平西方先进水平 能够最终拿出歼35这样水平型号是非常令人骄傲的 而歼35最大的变数可能还是在于发动机部分 如果和猜测的一样换装沃扇19发动机 且该航发水平真能够达到11推重笔的水平 那么显然歼35将是一款相当满意的舰载机 尤其是在搭配国产新型航母的电磁弹射器时 足以让未来舰载机的作战性能不逊色于任何西方舰载机 只需要在数量上快速追上即可 总体来说 随着歼35研发进度不断加快 我们将会更多地看到歼35的亮相 可能这次是绿皮机 下次就会有编号和涂装出现 之后也必然会有更多关于歼35的细节出现 到时候如今的一些猜测都会进一步得到解答 但是不管如何 歼35作为目前全球仅次于美国的先进舰载机 这都是国产战机的一次令人振奋的追胆 相信在歼35之后国产舰载机就有能力让西方侧目 用实力让他们认清未来海上力量将失水之牛耳 歼35为啥很突然地将座舱盖打开方式 从之前的分段朝后打开 转变为和美国F-35隐身战机一样的朝前整体打开呢 其实这个和歼35自身的定位和结构布局有直接关系 歼35定位于双发中型隐身战机 且需要同时满足制空 对地 对海作战需求 所以对于歼35而言 就要尽可能地在有限的机身内部 同时塞下两台航发 一个大尺寸内置弹舱 还有足够的主油箱空间和航电设备空间 那么从机身结构布局来说的话 五代隐身战机为了降低自身雷达波反身面机 最大的变化就是采用了内置武器弹舱的设计 这就使得机身内部一块或者多块空间被占据 且因为很多隐身战机不光要执行制空作战任务 同时还要内置挂载尺寸巨大的对地对海导弹 执行空对面作战任务 所以内置弹舱的尺寸就会尽可能地设计更大一些 来尽可能地提升载弹量 但另一方面随着战争模式的转变 对于战机的作战半径要求也越来越高 从之前的200千米逐渐提升到500千米 再到如今的800千米左右下 作战半径在不断地增加 但是战机的机身尺寸却不曾有重大变化 特别是本身机身尺寸就比较小的双发中型隐身战机 除了两台航发和必要内置武器弹舱 航电设备舱后 紧身的空间几乎很难满足远航程作战所需的内置大油箱设计 而且G-35还是隐身舰载机 为了降低战地面积 机翼需要设计折叠机构 这就使得G-35的机翼内部就算采用一体化油箱设计 实际储油量也是杯水折鲜 所以我们看到正在实费阶段的G-35和 之前的FC-31座舱后面的气动变化非常大 这也是因为G-35要满足远航程作战优势 所以特意在座舱后面设计了一个尺寸巨大的空间 用于容纳主油箱 之前FC-31座舱盖后面因为不用设计大油箱 所以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尺寸 并不需要很大的座舱盖起壁装置 但是现在G-35要满足串盖探射和隐身需求 舍弃了之前FC-31时期的分离式座舱盖设计 采用了隐身效果更加的一体化座舱盖设计 而一体化座舱盖为了满足低反射和防护要求 整个座舱盖由多层特制密封玻璃制成 重量非常大 对于执行座舱盖起壁的操作装置要求非常高 所以G-35的座舱盖打开方向 从之前的朝后半打开 转变为朝前一体化打开 这样执行装置在座舱前面就不会占据主油箱空间了 而这个设计同样被F-35所采用 因为F-35要满足垂直起降下的生力风扇不止需要 所以在座舱后面安装了生力风扇 为此座舱盖起壁装置 也就安装在座舱前面 座舱盖打开方式也就变成了朝前打开 其实这个设计没什么不好 相反对于舰载机而言 座舱盖朝前开启 飞行员建筑座舱反而更为便捷的多